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2200集 姬天耀 你如何知道本祖要来 不可能 给我破 萧无道疯狂地催动至尊之力 要破风而出 萧无道 别白费力气了 你逃不出来的 萧天耀 仰天大笑 的确 本座根本不知道 你何时会进入我姬家御山深处 进入这陷阱之中 本来我所想的是 先将姬家之人嫁入你萧家 打消你萧家杀先的同时 故意暗中泄露 突破半步之尊的事情 到时候你萧家恼怒之下 定会对我姬家动手 再将你萧家引入这御山之中 一点点地发现御山的隐秘 不过这样一来 如何欺骗你进入这阴阳大殿 却是个麻烦事 因为你有足够的时间 观察这阴阳大殿 甚至有可能发现 烟火气息的本质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姬家举办的比武招亲 居然引来了神宫殿主大人 而且神宫殿主大人 居然还是至尊强者 而星神公主和大羽山山山主 居然要利用我萧家 针对天宫座 如此一来 居然把你萧无道直接引了进来 甚至直接引入到了我御山的身处 这是意外之喜 积天耀面露兴奋 在场诸多人族顶级势力之下 在神宫天尊关注之下 你萧无道居然无心辨辨 直接进入到阴阳大殿 真的是天助我爷 积天耀狂笑 声音隆隆 霸气无品 可恶 萧无道 惊怒 轰轰轰 不断地出手 可确实根本无法挣脱出来 他身体之中 血脉之力被疯狂地吞噬 他仰天咆哮 惊怒万分 转头看向了神宫天尊 惊怒道 神宫天主 你还犹豫什么 这机甲陷害你天宫做长老 更是欲要击杀我的 若是让这积天光等人成功在场 你们所有的人都得死啊 神宫天尊面色一变 而萧无尽等人 也都是激动地看向了神宫天尊 此刻在场唯一能够改变局势的 只有神宫天尊 积天耀面色微变 联合道 神宫天主 何必助纣为虐呢 此事是我姬家和萧家之间的恩怨 是我鼓足一事 你若插手便是会与我姬家为敌 何必呢 还有 你们诸多势力 我姬家与你们无怨无仇 今日 我姬家直面萧家 只要萧家一死 诸位都可安然离去 积天耀对着在场诸多的势力说道 神宫天尊 目光闪烁 秦城跨前一步 愤怒道 积天耀 只要你放开如月和补血 我天工作可不插手 积天耀沉声道 没问题 不过现在暂时还不能放 你应该也感受到了 这个两个人没死 本来姬如月是我准备献给萧家的 可谁知道 他们两个闯入了此地 血气受到了积天光老祖的吞噬 不过你放心 积天光老祖如今早已复苏 有着萧无道的精血和生命之力 足可以彻底复活 所以只要是萧无道一死 积如月和积无血便可苏醒 可若是萧无道不死 积天光老祖为了复苏 爆发出来的气息 必然会将两人生命气息给吞噬掉 因此 哪怕为了这两个人 你们也万万不可动手啊 积天耀大和 令得神功天尊和秦晨都为之变色 犹豫了片刻 秦晨咬牙 好 我答应 但若如月和无血出现半点意外 本少哪怕是杀变宇宙 也要将你积家灭族 秦晨隆隆喝道 年轻人 您放心 本族以积家先祖发誓 绝不会伤害这两位 积天光淡淡的 既然如此 那本座也就不插手了 神功天尊殿主 目光一闪 淡淡的 你 萧家之人都为之变色 萧无道也是惊怒 这神功天尊竟然是见死不虞啊 哈哈哈哈 萧无道 你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都使出来吧 今日便是你萧家末日 先祖大人杀了他 积天耀对着积天光礼合道 小无道 当年你断我大道 灭我本源 今日便是你之死期 积天光冷喝 轰的一声 身体之中 神光绽放 这一刻 这个当年早就应该死去的强者 身体中竟然是爆发出来了 无尽的神光 两股阴阳之力迅速地融入萧无道的身体中 萧无道惨叫 他的身体肌肤竟然是开始迅速地干瘪起来 头发渐渐地变得花白 整个人正在缓缓地老去 这个过程 虽然极其地缓慢 但是却是肉眼可见 让所有人都为之变色 老左 萧无尽怒吼着 轰的一声他出手 试图解救萧无道 但是 没用 反而是身体中的力量 被这银阳大殿所吸收 气息尾盾 差点陨落 值得惊恐地连连后退 所有人都感受出来了 萧无道身体中的力量 正在缓缓地消失 一名至尊 竟然是如同砧板上的鱼肉一般 任人宰割 此刻 鸡天光身上 那苍老腐朽的气息在缓缓地消失 一种生命的力量在绽放着 他在吞噬萧无道的力量 复苏自己 可怕 太可怕了 鸡家之可怕 让所有人都为之变色 先前在比武招亲的擂台上 鸡家被天公座 萧家等诸多势力压制 所有人都觉得 鸡家甚至是要灭族了 谁知道 峰回路转 眨眼之间 鸡家竟然是变得如此可怕 露出了锋利的爪牙 多少年了 奔作终于要复苏了 鸡天光启动 轰隆隆 身体中滚滚的气息涌动 一旁的萧无道 已经是无法挣扎 那骨骤结莽之力 已经是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像是干尸一般 挂在了阴阳大殿之中 但是 小无道毕竟是至尊强者 虽然被困 一时之间还不会死去 但是却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只等鸡天光彻底复苏 足以轻易地将其灭杀 轰隆地上 鸡天光身体之中 生命之力升腾 精气饱满 那阴阳两股力量 也是渐渐地要进入他的身体 被他掌控 一旦诸多力量融入他的身体 他便能死而复生 眼看他身体要缓缓地站起 再度复苏 他突然间 崩的一声 鸡天光的身体中 像是有什么东西崩灭了一般 一股腐败死亡的气息 再度将其笼罩 这是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震惊 鸡天光也是震怒 惊恐的 这是怎么回事 嗡嗡嗡 就看到四周一道道骨阵之力萦绕着 竟然是迅速地缠绕上他的身体 在压制他的力量 发生了什么了 很多人都为之变色 难以执行 难道是萧无道的手臂吗 众人看向了萧无道 但是萧无道被死死地压制着 根本没有反击的能力 那又是怎么一回事 仙族大人 鸡天药也是变色 急忙冲上前去 神色交界 只是 他一来到鸡天光的身间 突然 抬手 轰的一声 引动四方骨阵 猛然地按在了鸡天光的头顶之上 鸡天光身体中 那原先不断充实的生命之力 和可怕的至尊气息 在迅速地消散 并且朝着鸡天药的身体中涌去 鸡天药 你这畜生在干什么 鸡天光怒吼道 哈哈哈哈 干什么 鸡天药仰天大笑 仙族大人 你说我在干什么 当然是在吞噬你的力量啊 你已经死去了这么多年了 为何还要活过来呢 乖乖地死去不好吗 鸡天药面目争你 如同是恶魔一般 怎么回事 场上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怎么这鸡天药和鸡天光之间 自己厮杀起来了 老祖 老祖 鸡天旗 鸡心意 鸡天道 鸡南安等鸡家天尊 都是震惊 纷纷进入 都给我闭嘴 退号 鸡天药 鸡天药 然后看着鸡天光冷笑道 鸡天药 鸡天药 争鸡天药 你已经老了 为了让你复苏 必须存事 这阴烛龙兽和仙族 幻灵孔雀王的本源之力 甚至还要吸收 这小无道的至尊之力 可是这太浪费了 即所有于你一身 包括这无数万年来的 万族生命和精血 还有我鸡家的族人 你也不过是死而复生 仅仅是一名至尊罢了 潜力已经消耗尽了 为了复生你一个 我鸡家将拾取 未来的发展何必呢 若是将你的力量全给我 那将有多好啊 我不但能跨入至尊境界 甚至还能成为 宇宙中最顶级的枪者 得到三大混沌生灵的力量 我古族将重新屹立 这片宇宙中 所以先祖大人 我才是鸡家的未来 为了鸡家 你还是别复活了 去死吧 你死了 这些力量才能归我 哈哈哈哈 鸡天药仰天大笑 你这个畜生 鸡天公气得发道 一旁 鸡天骑他们也都惊呆了 所有人都是难以置信 鸡天药为了实力 竟然连自己的老祖都坑啊 鸡天光身上的力量 在迅速地崩溜 并且一道道混沌骨阵 也是降临而下 不断地涌入到 鸡天药的身体之中 令得鸡天药身上的气息 不断地提升 哈哈哈哈 爽 太爽了 鸡天药兴奋万分 浑身激动和颤抖着 他如今已经是跨入到了半步至尊的境界 但是半步至尊距离真正的至尊境界 还是差得太远了 以他的天赋 想要真正地跨入到至尊境界 还不知道要多少岁月 甚至知道老死的时候 都未必能够真正地成为一名至尊 至尊 太难了 可现在 他只要是吸收了鸡天光体内的力量 就能直接突破到至尊境界 何等的爽快 为什么要耗费无尽的岁月 努力修炼 去争取那么一线突破至尊的机会呢 只需要吞噬了鸡天光 一切就能瞬间打成 老祖 鸡天齐 鸡南安 鸡行义等人 都是呆滞住 这一切 连他们也没有料到 一个是自己家族的老祖 一个是家族的先祖 这一刻 鸡天齐他们都蒙了 只是 看着鸡天药老祖的目光 充斥着线 充斥着渴望 对力量的渴望 疯子 这鸡家族人都是疯子 阴阳大殿之外 叶家族 江家族 都是惊怒颤抖 虚神殿主等人 也都震撼默 主手 主手 若没有我 你根本不是萧家对手 此时 鸡天光还在挣扎 剧烈咆哮道 小吴道 现在并未死去 只是被压制住 若他一死 小吴道 必然会再度杀出 但是鸡天药 却是无惧 宁孝道 可是先祖啊 你已经替我解决了小吴道 现在的小吴道 只是个半废之人 吸收了你的力量 我就能成为至尊 到时候足以斩杀 这小吴道了 而且 鸡天药 冷笑道 仙族大人 为了你 我牺牲了那么多鸡家弟子 你若是鸡家仙族 就应该自裁 你罪孽深重 沾染了我鸡家弟子 这么多的鸡血 又何必苟活于世呢 再说了 你布局无数年 在这里设下暗手 真以为我不知道 你的目的是什么吗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聪明 你是什么意思 鸡天光愤怒了 什么意思 你以为我不知道 鸡天药 不屑地说了 当年我鸡家分为两派 我这一脉 要争霸骨戒 而你那一脉却反对 最终 我等一下克上 强迫鸡家与萧家一阵 可惜 最终失败 而你身为鸡家最强者 竟败落下来 本源被毁 大盗崩灭 其实我鸡家的一切 都是你带来的 鸡天药 目光正 你是我鸡家当年最强之人 你为何要败 若是你胜 我鸡家现在便是 古界第一家族 可你却败了 家族一万年来的痛苦 都是你带来的 我来带来的 你带来的 我来带来的 我来带来的